细胞处于一个分工的状态啦 那我们现在先针对在免疫细胞的部分来说好了 免疫细胞刚刚有提到说好像其实有一些临床实验 或是一些药厂已经开始有投入了是吗 对其实我觉得在我们就这一次武汉病毒来看的话 其实我们发觉就是除了这个美国大药厂 它提出了这个NK细胞 那它跟中国的这些临床实验部合作 就要用在他们的重症患者 不过他们初步是在1月29号通过了这个临床实验案 那目前正在搜案当中啦 对那另外一块的是说 因为这次的重症是在这个中国大陆嘛 对那其实他们呢也有申请了两个临床实验室 用这个兼充值干细胞去帮助这些肺炎啊 状况很严重的这些这个患者 重症患者那其实他们在科学期刊上呢 也发了两篇论文 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它目前治疗的效果发现就是说 分别有两个不同的团队 那一个团队是在北京 他治疗了大概七个严重的这个肺炎患者 那他发觉就是对于他这个肺部纤维化的好转 以及他一些免疫系统的调节的作用效果不错 那另外一个团队是在昆明 他是针对一个七十几岁的富人 一个重症患者 那他也发觉他用尖充值干细胞去做治疗之后呢 对于他这个纤维化的状态呢 也有还蛮显著的好转的现象这样子 其实张柏宁刚才讲的实验 当然啦因为这次的重灾趋势在对岸 所以可能就是比较多是那边的研究 因为他们也最早开始嘛 但是其实国际上就是稍微会有点顾虑说 那可能说真实性的问题 对 其实我会觉得 就是说虽然中国在数据上啦 大家会有点迟疑 或者是有点疑虑 但是确实细胞疗法应用在 不管是这个肺部纤维化发炎的这个缓解 然后跟再生肺泡的这个功能呢 其实我们在台湾也有一些例子